雙手抱頭 模仿可達鴨的招牌動作 台北市長柯文哲曾被戲稱和可達鴨有87%相似 這回宣布要和寶可夢公司合作 10月起將在大安森林公園推出限定版皮卡丘 我在想不是我跟他哪個地方像 除了抱頭這個動作以外 至於怎麼玩 坦白講我也不會玩 從來沒玩過 我也很放心好了 年輕人不曉得為什麼 天生就會 我都沒辦法理解 寶可夢公司推出飛翔皮卡丘計畫 台灣訓練家可以透過寶可夢APP遊戲 捕捉全球台北限定的樹果皮卡丘 還有首次現身台灣的帕奇莉茲 至於爆炸頭皮卡丘 活動當晚加和大家一起夜遊共舞 或許在10月21日到23日舉辦活動的期間 邊境的管制措施有可能已經有新的一個政策方式 我們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寶可夢的訓練家們 來到台北來來參加這個活動 進入後疫情時代新常態 台北市政府推動觀光產業 期待透過擁有廣大玩家的擴增實境手遊 寶可夢GO 再次引領風潮 帶動商圈景點買氣 記者游詳亭台北採訪報導